好了,那麼開心,我一次過請到一群這麼高大的球員上來 都不用我多說,都猜到他們是什麼人來的了 已經是什麼球員了 自己介紹吧,Duncan 我是香港籃球隊隊長Duncan 威龍兒 我是教練趙永良 我是阿琴,全名叫蔡在琴 OK,終於找到一群香港的男兒上來了 逐個聊聊天,首先和Duncan 我不是看了很多場比賽,因為我在新聞中心工作 我看過兩三場的 你在中間的揣擾能力,我真的覺得你強了很多 Duncan,可不可以講一下今屆的賽事,你自己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香港籃球,其實我們整隊戰術上是在進步 因為見到日本和韓國是打很多5-0 打得快,也有些很準的手 例如李琦、琴 我覺得我作為中鋒 我不是只供自己,也想幫隊友 設些好的比賽,做些手指 給我的隊友機會發揮得好 其實幾場球,我覺得我們這次發揮得不錯 當然有進步空間 但是希望我們可以繼續踏上去 然後很多記者問我,阿豪 你剛才打球應該找到一些資料 究竟香港隊有沒有試過入過亞運日八強呢? 首先打給了吳柱葉,我們一位香港藍壇的legend 我說,柱哥,究竟我們來香港有沒有入過亞運日八強呢? 然後另一個我問李偉林,李偉林說,他很快就回答我 他說,02年的釜山亞運其實是入過八強的香港隊 另外,柱哥更好笑,他就告訴我 這個秘密我告訴你,你不要說什麼 他真的很好笑 因為原來有一年,亞運只有八支籃球隊 香港又入了八強,因為拿第八 他真的會和我搞笑 阿良,今屆的賽事你自己怎樣看呢? 其實我們也定過目標給球隊的 是希望對蒙古的時候,我們贏這場 有幾個原因,因為我們之前幾次 可能亞洲杯或者其他賽事 而我們對他的時候,我們不是沽隊輸過給他 那打球當然是輸了那些,當然要贏他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也希望一步一步去留下 我們覺得,我們如果每一個細微位做好些 我們是有得打的 阿琴,我見你了,每一場都很辛苦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阿琴都在香港球員來說 大隻高大的,但是不同的亞洲球隊 所以其實,在身形上,我敢說是比較舒適一點 但是我見你每一個球員都很肯走多一步 大家都很肯在現場提場 其實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找到我們自己香港隊的風格是怎樣 首先我們一定是外頭 而且是防守 還有我們右手轉攻的反擊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這幾個優點的時候 我們也是絕對有機會贏得 其實在今屆的亞運裡面 會不會捉到一些自己或者球隊 不過先說自己先 有沒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因為說真的,始終我們香港隊 出外比賽不是多的 但是藉著這麼大型的比賽 其實會不會找到自己身上有些優點 繼續發揮,發亮發光 有沒有一些缺點 其實可以回到 也可以加以再有進步的空間呢? 首先,在這三場的國際賽 其實都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可能在對抗性 或者可能例如在這麼高壓的防守之後 我們怎樣去找到一個機會 我們起碼在比賽裡面 我們找到一件事就是 原來我們要很有耐性去組織 譬如我們做一個戰術 我們不應該是 我們一下就要打 可能我們要經過幾下的 Ball moving的傳道 轉邊 我們才會找到最好的機會出手 因為我們在這個國際賽裡面 我們香港一定是打完的 可能大家都差不多高 可能我自己外線 我米百多的 在香港已經是很高的 但是去到世界賽的時候 基本上 外線基本上是米九 接近兩米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找一個 自己創造的機會其實很難 相反我們要多些 跟隊友去溝通 多些跟隊友去配合 或者在戰術上任何事為去執 這件事是我們在 三場國際賽裡面 學到的地方 那我問一下阿梁 其實在今屆賽事的之前 我們覺得香港男子籃球隊 是排除萬難 最後來到杭州這裡 打一個比賽 我之前跟女男談過 我經常都說 你看到日本很大的進步 日本女男可以在奧運裡面 我第二 只是輸給美國隊 在世界級的水準裡面 他們說的一件事 何華斯教練說 他們不是一朝一夕走出來的 他們要靠一段時間 或者像別人這樣 尤其是日本隊 他們部署了 十年之後我們要打奧運 八年之後要打亞運 或者要打亞洲盃 這個是一個部署 長遠一級級上 在你自己來說 你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 去巡醫的途徑去走 還是你覺得還有些什麼 可以再快些 可以跟這個 不要說世界 亞洲接軌 我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跟 籃球總會主席陳先生 都有反應過 他們也有聽過 我們也有說過 我們有沒有可能 會有入籍球員 第二件事 我們也有去討論 我是教練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也很想 找一個職業教練回來 這個是真的 是對整個籃球圈進步 我們不是在想自己的名利 不是在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 都去做些事情 梁港真的很無私 我是教練 不過我想找一些 再好一點的教練回來 再加以培訓 Duncan 我看到你在球隊裡面 很肯意露大身 不是說你老 還有你有一件事 就是你會幫一班隊友 鋪橋搭路 其實我覺得很辛苦 我不知道你的戰術 但是我看到Duncan 因為如果我深信 不會突然走一個Michael Jordan 不會走一個LBJ出來 是靠整體 我自己的香港 你是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其實我們之前 蔡淺都說過 我們五個球員 一條心 一個想法 一個做法 我們才有機會 我們單獨 其實香港球員 我們沒有一個球員 有一個能力 是真的被他的球 跟著看他打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些位置 我都會盡量想幫這些隊友 也都經驗上 其實我年紀都開始大的 有些位置 我覺得 我都可以和阿波 也都和阿幸說 我們這些 黨 Handoff 我們怎麼整隊去發揮 因為最重要 其實我們想贏球 我們想五個人一起發揮得好 空你就射 不空就繼續傳 繼續做 其實我覺得 這個我們球隊的風格 和香港籃球的一個文化 我想大家都說一句 對香港籃球隊的未來發展 都說少少的事情 首先很感謝香港球迷的支持 即是甚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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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直播支持 即是尤其是我自己的家人 都很支持 其實呢 香港那些籃球迷 關注度的投入度很高 這個都是我們球隊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教練 球員都可以把自己放低 因為我們會看到 大家對我們有期望 和大家都想看到好球 首先想多謝香港的球迷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有得打 很多人都訊息了 加油啊 拼命啊 那我也想多謝你們 第二件事 打完這個亞運 我也和趙Sir和阿勤和阿奇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想香港隊 可以繼續有進步 繼續可以發展得好 我們這個其實今次是發揮得不錯的 但我們想繼續進步 我們都需要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我多怕你說 打完這個亞運 我會跟教練說 不過我不說下去 幸好你不是啊 嚇死我啊 OK 那我們都希望了 香港籃子籃球隊 繼續在不同的賽事 發光發熱